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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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重新回去唱歌 我不能光在话题舞台上 做块抹布 被人骂来骂去 骂来骂去 我多想站在舞台上 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我可以发声 我可以演戏 所以我从八十年代 中期的时候 就八六年嘛 我就去做这个流行歌手了 我找到了 我的人生的另一个舞台 我不再是那个少年的歌手 我要成为一个 流行乐坛的歌手 遥远的夜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角 小角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 有有是那童年的阿娇 阿娇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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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像那条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河水流啊 流进我的心上 流进我的心上 我的心充满惆怅 是为那弯弯的月亮 是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啊 不想的月亮 你的弯弯的忧伤 穿透了我的心疼 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 沉沉的孤岚的歌谣 越深陷越漂亮 沉沉的孤岛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 沉沉沉的孤岛 是那弯弯的小角 小角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悠悠 是那童年的阿湘 因为蔡国庆的选择 以及自己的天分 1985年起 蔡国庆以歌手的身份 出现在舞台 并以翻唱一曲 台湾校园题材的 《京京校园》起步 因为变声期过后 蔡国庆的嗓子 失去了童年时代的特色 彻底打消了唱美声念头 1990年5月 北京举办第四届 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 蔡国庆以一首 《北京的桥》 获得了通俗唱法组的赢奖 自此蔡国庆成为了一名专职歌手 并多次出现在春晚上 和观众们见面 到现在春节晚会已经都 三十多年了 我上了二十年的春晚 从九一年到九五年 练着五年以独唱演的身份 登上春晚的舞台 讲到春晚 我必须要谈到九九年 九九年 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 导演说蔡国庆 我们需要四个演员 来完成这首作品 我们需要四个演员 办成两对夫妻 来唱这首《常回家看看》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我还昏都还没接呢 我说我演不好夫妻 但当时我就想了 四个人唱了春晚 三分钟的歌 能给几个镜头啊 我要两个人唱 那那个特写镜头 得多少歌呀 对不对啊 这个想法呀 太自然了 谁不晓得春晚 在那个几分钟的时候 留下最美好的那一刻 导演说你把歌片 回去好好看一看 你听听音乐 然后回了家之后 我就在家练这首歌 我爸妈听得就特别地感动 我就一下子触动我的内心 哎呀 我说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的 爸妈又有多少关照呢 那首歌里写的那些词 一直触到我的内心的情感 的每一个细胞 都让我觉得 哎 这样的作品 是非常之 打动人心的 但是就是可惜 我说跟导演讲讲 能不能就一对夫妻唱啊 不用出现两对 导演说不行 说还是设计的 春节晚会作出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 一边一个那个家的大鸿门 那边我先跟陈红出来 那边是这个江涛跟张迈出来 四个人一起这样唱的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 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托儿女为家 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 就渡个团团圆圆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没有什么 比中国人的那份亲情 更能够 更能够 没有什么 比这首歌 让老百姓 触动老百姓的心 更能够打动我 上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 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托儿女为家 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 你就渡个团团圆圆圆圆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领着孩子 唱回家看看 唱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 带上主缘 陪同爱愿 唱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 一切唠叨 爸爸站落了 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 出生于北京的蔡国庆 因为一首北京的桥 为广大观众 所熟知 之后又因在 中央电视台 青年歌手大奖赛上 再次演唱 而家喻户晓 时隔二十年 蔡国庆首次提及 清歌赛那段 埋在心里深处的故事 我九零年 唱红了 《北京的桥》这首歌 我是北京人 当时拿到 这首作品的时候 我一直按着 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 后来 我觉得这首歌 如果仅仅按着 流行音乐来唱的话 并不能唱这首歌的 真正的这种味道 我就请了 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 来教我来唱 这首《北京的桥》 北京的桥 春风尝在 北京的桥 我又天风采 就是那个 一下就唱到 老百姓的心里去了 北京人讲 就是听得有滋有味 听得这首歌 跟着你摇头晃脑 好了 这首歌 让我在北京 特别地火 随后我带着这首歌 决定要参加 1990年第四届 清歌赛的比赛 在半决赛的时候 我是第一名 我特别地高兴 然后当年的 评委老师 可以说也是 中国流行音乐的 开山鼻祖的人物 李古一老师 他就走到后台 小国庆啊 我告诉你啊 不起骄傲啊 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啊 我永远记得 到决赛的时候 当时呢 中央电视台请了 十位 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 音乐家 作曲家 作词家 当这个大赛的评委 有一位评委 就找到我 说 国庆 你唱一首我的作品吧 我当时就想 为什么要唱您的作品呢 半决赛的时候 我带着是自己的 成名曲 《北京的桥》 我觉得我唱这首歌 参加总决赛的时候 我的获胜的把握 一定是更大的 可是如果说 我不唱他的歌 他会不会给我打低分 我是不是就悬了 我心里特别地纠结和紧张 但是在最后进行合跃的时候 中央台让我报作品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大胆 对一位那么重要的评委说 我说谢谢您老师 我说这次总决赛 我还是要唱《北京的桥》 我 不唱您的这首歌 他当时什么话都没说 我也就没在想什么了 我信心满满地走上了决赛的舞台 唱完《北京的桥》之后 满场的掌声 我一看大分 女评委全给我打得最高分 但是让我唱他作品的那个评委 给我打得最低分 在你们成功的路上 给你们打过最高分的那个人 你会记他一辈子 给你打最低分的那个人 你也会记他一辈子 到最后总决赛 我跟真正的那个第一名 就差了0.03分 我就变成了第二名 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得了第二名 但是在那个夜晚 《北京的桥》这首歌 红遍全国 中央电视台看到我得第二名之后 他们给了我最大的一种鼓励 立刻就告诉我 九一年的春节晚会 唱独唱 北京的桥 千字百胎 北京的桥 啊归里多彩 今澳于冬 红往北海 十几空桥连鱼带 高粱桥龙王 那个把呀把水埋 金水桥黄山 挂呀金牌 路不桥里十字 最奇呀怪 你就数啊数啊数啊 怎么就数不过来 我常在我看谁 这两个吧 多明一rien 重建 市聚一起 火转 干什么 再自打 翘啊 龙出海 地下通道穿长盖 三元翘蝴蝶 那头飞呀飞天外 岸阵翘冰珠绕呀花台 你叫翘是修得它特别呀快 你就数啊 数啊 数啊 怎么就数不过来 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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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的翘 翘啊 可爱的翘 给北京增天亮 你多说欢乐 多少爱 追逐作金桥啊 狗恋着四海 同向未来 狗恋着四海 同向未来 嗨 嗨 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海外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市场风靡一时 九十年代 中国的几位歌星纷纷跟海外签约 开始了新唱风的转变 这个时候 蔡国庆也收到了海外的邀约 但是她却选择了培养自己的总政歌舞团 开始了几十年的军女生涯 九十年代 中国的几大歌星 全部纷纷跟海外签约 然后开始他们新的唱风的转变 商业模式炒作的转变都开始了 我也有海外的邀约来找我 可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欠我 因为我在中国成功了 而我在中国的成功是谁把我捧红的 是中国的老百姓把我捧红的 我从六十年代出生 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经历的风雨 到改革开放 到让我上那么多季的春节晚会 我心里一直都知道 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一切 我要报效这个国家 所以当很多的歌星 迁往海外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信念 我就告诉自己 谁把我捧红的 我就跟谁牵 所以我选择中国 影响力最大的 最有声望的 最一流的 最被老百姓敬重的歌舞团 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歌舞团 进入到总政治歌舞团 应该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变得与众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 那是我刚刚当兵的第二年 94年 美国迪斯尼的一个动画片 叫《悲惨世界》 要在亚洲上瘾 唱片公司就找到我 让我诗音诗唱 当时定了是 在这个94年的4月份 在上海要来完成这个工作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4月份的时候 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部队的任务来了 下部队的方向 真的也巧了 真绝了 就到了是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与上海隔海相往 我就想能不能下部队请几天假 我去找了团长 我说以后还会有很多下部队的机会 但是当时团长告诉我 他说你要知道 你可能这辈子 来舟山群岛就这一次 因为全军的部队太多太多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个消息就在这个登陆艇上就传开了 那个艇长就把我叫到这个登陆舰的驾驶舱 用军线电话 就摇到舟山群岛的驻守部队 那边的几个小战士 说蔡大哥 我等着你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当兵的吗 我妈说了 说蔡国庆的大明星都去当兵了 玩啊 你也应该去当兵 她说你可一定要来 我们等着你一定要来 我要把你这个演出 我要让连长要拍个照片 跟我妈寄去 心里听的我 特别不是滋味 看着我的这身军礼服 看着我胸前的三等军功章 而我知道共和国的军人是最可爱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 在这个社会 那八个字是有力量的 那就是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 中国军人就是这么做的 正是因为在船舱里我想到了这些 我知道我应该要把我的歌声 永远地要留在军营 永远地为报效祖国的人歌唱 是我一生的荣光 是我一生的荣光 我一生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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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带在头路上 紧紧的贴着英雄美 士兵的鬼关最沉重 抹起足过山河水 年轻的头路最高贵 带得起光荣和伤悲 士兵的鬼关像沉默 阳光催开像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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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十七日出生的蔡国庆 其实并不是在国庆节当天出生的 但是每逢国家重大的日子里 总能听到她的歌声 蔡国庆不只是名字里有国家 在她的心里和歌里也都有着国家 十八岁 十八岁我参见都不对 红乎的林长迎着我开花的年岁 虽然没有佩戴大学小会 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我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快位 生命里有了我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感到快位 二十岁 二十岁 我就要你不对 我把青春留给了亲爱的连队 连队给了我呀勇敢和智慧 从此再也不怕浪大风吹 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生命里有了我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感到珍贵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生命里有了我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感到珍贵 暂力流 производLA 老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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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